第一代的玉女周慧敏真的是那种温柔似水,楚楚可怜的女人,不仅男人看了不能自拔,就连女人自己看了都自残行贿,周慧敏实在太美了,比当年的张敏还要美艳。 不过美人不好命,周慧敏出道交往了几个富豪之后就与倪震在一起了,开始长达20年的恋情,这个爱情长跑其实与刘嘉玲,梁朝伟差不多,只不过倪震一直在出轨,偷吃,周慧敏倒是没有什么绯闻出现。 倪震从交往到现在与周慧敏在一起已经30年了,期间被拍到引起轩然大波的就有八次,被周慧敏直接捉肩在床的也有三次,什么夜店大学生,陈法荣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女艺人她都要,好像疯了一样,比起她老爸倪筐的才华倪震简直就是玩裤子弟,就是有钱而已。 当年卖了YES套欠一亿元,加上自己多年来办杂志攒下的大量积蓄,房产总价值超过了八亿,和周慧敏在国外待了十年左右,居然都花光了挥霍一空,老爸都被气死。 现在周慧敏为了两个人的生活付出拍戏,也都是中年女人的角色,不可能有当年的辉煌了,而倪震呢干什么都赔钱,就是个吃软饭的主。 而且因为早年太过于纵欲了,现在连生育能力都没有。